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香港民众争取民主选举的和平战中行动已经持续9天 香港特首梁振英前一天威胁的武力清场没有发生 各界的紧张情绪得以缓和 10月6号晚间 香港专赏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与港府的三名官员 举行了正改对话前的第二次筹备会议 双方就学联提出的三点原则达成共识 并同意在本周内以公开行事对话 参加会议的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表示 这是不错的进展 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说 不希望对话沦为闲谈或咨询而要有成果 因此坚持在三点言则上有共识才会对话 他同时表示双方最终可否全面达成共识 还要看政府的态度和诚意 学联重申 如果港府暴力清场则会终止对话 并呼吁市民继续坚守金钟 铜锣湾及望角阵地 直到会面有实质成果或者政府有实质让步为止 香港如火如荼的和平抗议活动 最近几天遭到中共党媒火力十足的攻击 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一连六天发表文章 批评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行动 指责抗议活动侵犯了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使破坏民主再开民主倒车 不过中共党媒的言论没有达到愚弄百姓的效果 反而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质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原河北电台编辑朱欣欣指出 《人民日报》只批评运动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却不提造成战中的根源是中共人大的假普选 这属于强盗逻辑 朱欣欣解释说 就像一个人明明抢劫了别人 别人反抗打伤了他 他却污蔑别人对他进行人身伤害 而不说是他首先抢劫别人了 中共的说辞跟这个强盗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在中共喉舌媒体开阻马力诋毁香港战中行动的同时 中国大陆民间支持香港战中的声音却日益高涨 除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举牌声援活动外 10月5号晚间 中国大陆数十名法律人士又发起联署行动 这些法律人士在联署声明中表示 他们充分理解尊重并支持港人的抗争诉求 谴责针对同胞的暴力行动 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因为声援香港而被非法拘押的中国大陆公民 联署声明还要求中共人大常委立即着手推进大陆各县乡首脑 和第四级以上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还政于民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